佛陀曾经在《佛遗教经》当中讲过 知足之人虽凭而复 不知足者常为五欲所牵 为知足者知所怜悯 师傅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知足之法就是说一个人学会知足 他有一个方法的 富乐安饮之处 富有啦 平安啦 平安之处要干嘛 低调 盈就是低调 你一个人知足了之后 有钱啦 快乐啦 平安啦 要懂得隐蔽起来 安隐知足 就是你能够把自己的心 处在一个隐蔽的阶段 知足之人 我今天很满足的人 虽然我躺在地板上 我没有床 我也是快乐的 因为安乐 因为平安就会快乐 你们现在看看你们很多人 没有平安你哪来的快乐啊 你虽然睡在地板上 但是你今天平安快乐 你没有事情啊 你这个人就是快乐啊 不知足的人呢 就算给你再好 对你很好 有了权了 有了名了 有了利了 什么都给你了 什么都给你了 虽处像天堂一样在人间 他还不满足啊 不称义 就是还不知足啊 不知足者 虽富而平 你今天一个人不知足的人 表面上你很富有 但是实际上 因为你没有满足呀 我还不够啊 别人看你很有钱了 我不够啊 别人讲你你身体慢好了 我不行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最后 虽富还是很贫穷 因为你还没有买五辆车 因为你还没有买船 你没有买私人飞机 你还没有买这个买那个 你永远觉得自己是一个穷人 虽富是个穷人 知足之人 虽然贫穷 但是他很富有 就说明 我今天虽然 我不是很有钱 但是我三顿饭能吃饱 睡觉能够睡得很平安 能够很安稳 我做人能够做得平平安安 我不伤害别人 我自己对得起别人 虽贫而富 不知足者 常为五欲所欠 为财啦 为名气啦 为自己的利益啊 有钱有名有利的整天睡觉 浪费时间 睡觉都是一种不好的欲望啊 睡了还想睡觉 吃了还想吃 贪了还想贪 没关系 我只要住得起 我只要住得起就可以了 现在有房子了 好了还要好 这个人的欲望 他是没有满足的 被五欲所牵住了 你看看 为五欲所牵住的人 天天很富有 但是他还是 被那些知足的人 所怜悯啊 很可怜啊 你看你已经这么有钱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啊 你说你怜悯他嘛 可怜他嘛 所以 为知足者之所怜悯 你看不知足的人跟你在一起 你觉得他可怜吗 你们告诉我啊 权力这么大了 我还要 钱有这么多了 我还要 衣服已经 这么多了 还说自己衣服不够 这人生就是不知足啊 所以菩萨让我们 要懂得 你看都是佛陀讲的 这些佛陀在2500年前 只讲的话了 我们今天拿出来学习 拿出来与大家共勉 就是告诉你们 2500年过去了 你们到底知足不知足 还不知足 所以学博人 要懂得知足的人 要懂得知恩土报 经常有感恩心 少生怨气 少生称恨心 那些整天 恨这个恨那个人 整天看人家不顺眼的 他的心里能长出 什么善良的种子啊 只会生出那些蛀虫 他永远不会生出 那些善心和慈悲心的 所以佛陀跟我们讲的意思就是 要无怨无悔的人 才能横生善心啊 有什么好怨的 对不对 有什么好烦的 你经常 无怨无悔的 你这个人会生出很多的善心 所以为什么在回向祭里面 祭语里面讲到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你们想想看 你们报了谁的恩了 你们今天我们说 把菩萨 我们的恩还没报完 你们想想看 你们还不知足 你们报恩没报好 你们下祭三土苦 你们还能救那种恶灵吗 还能救那些恶鬼吗 还能救那些 在受苦 在地狱里受苦那些恶鬼吗 看看地藏王菩萨 你们怎么学佛的 天天活在那些称恨心当中 你们哪一天 能够解脱 一句话 一件事情都可以 烦恼半天 都可以 让自己 内心变得非常的 憔悴 你们还能下祭三土苦吗 想一想 你们比地狱里的人要 不知道要幸福多少了 想一想 父母亲 你们的祖上 没有祖辈给你们的耕耘 你们今天可能 很多人一无所成 你们报了没有 你们连曾经帮助过 你们的同学 老师 自己的父母亲的恩还没报完 你们现在就懂得报仇 就懂得恨别人 所以要学会感恩呢 再次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